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商业处就推出了辅导计划 挑选20个店家作为示范进行深度辅导 协助店家开源节流 更开发客源创造商机 迈出永续经营的第一步 已经经营10年的飞创工厂 虽然在社群与购物平台投入许多资源 营运却始终无法有效成长 不过在台北市政府数位转型辅导下 业者建立自己的官方网站 成功掌握产品销量 建立品牌 更进一步提升顾客线上互动比例 我们就是做了一个官方网站的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可以提升我们自己品牌的形象 那第二个就是 我可以让消费者说 我不方便到我们是去买咖啡豆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做下单 那我们给他一个官方网站 他直接在官方网站上面做下单 直接做结账的动作不管是用信用卡或者是结合LiPay 或者是其他的第三方支付 他的消费的速度就是他的速度可以更减少 所以他愿意购买就是当下他愿意购买的那个冲动性 其实会更强 所以这样子相对来说会提升我们在线上做销售的一个额度 做了这个网站之后其实我还有保留了一小块 就是做其实我本身有在做咖啡的教学 所以我就把一些咖啡的知识 咖啡的尝试放到了这个网站上 所以就是你不管说你是来买咖啡豆 但是你其实你没有要买咖啡豆 你就算只是想要来看一下就是咖啡 学一下咖啡的知识 其实也可以浏览到我们的网站 台北市知名老牌西服店李德西服 则是由第二代的林艳雅一步步推动数位转型 更开发出线上下单模式 让女性客群大幅成长 我们其实是老店 然后以前在数位化完全是零 我从我回到店里面工作之后 其实有开始的 不管是我把网站重新建置 把客户的资料踢到电脑里面 这是第一步的数位化 然后第二步的数位化其实是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疫情的时候我们多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建置我们的line 就是让跟客户的沟通越来越就是近距离 就是搭起了一个新的桥梁 然后第三个数位化呢 就是这一次的补助的计划 这次补助的计划 让我们就是建置属于我们自己的购物车 就是所以说我们就可以 就是在远端就是线上下单 他就可以线上的定制 其实不需要到店里面来 就是经由我们的经验 还有就是我们教他 手把手教他怎么样自己量身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线上的方式 就达成了一个下单 所以这一次的计划 不管是在我们的订单量 还有就是我们的业绩量 有非常明显的显著的提升 还有以张学良旧居建成的 富尔斯汤屋少帅残员 在既有官方网站新增预定系统 并且结合多国与系服务后 省去被第三平台抽佣金的成本 更拿回会员管理的主导权 他们都是台北市政府数位转型 深度辅导的成功案例 为了协助台北市店家 克服数位转型过程中的各项挑战 台北市政府以基础培育 深度辅导及扩大运用刹那面向 辅导不同程度的店家成果丰硕 像在培育的部分 我们至少培育300名以上的 我们店家的这个 来自店家的这个从业人员 那从很简单入手的这种 相关的这种实作 像包括这个短影音的这种拍摄 或者是到这种电商营销的这个部分 让他们可以马上实作 体验到这个数位领域 数位行销的一个效果 那同时在我们深度辅导的部分 那我们特别是聚焦在我们台北市 服务业主要的这个 最主要的这个像是 零售餐饮还有我们的旅宿业 那么我们选出了20家的这个 具有强烈的这个 数位转型企图的这个店家 他们具有扮演潜力 那也协助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 碰点来做出诊断 然后提出整体的这个 解决方案的套餐 那我想这20个店家 也成了我们这个 各个主要行业里面的一个 示范店家可以给我们这个店家 可以有更多参考旅行的一个 一个对象 那另外在扩大这个应用的部分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我们今年 至少有补助了将近 200个以上的这个店家 那针对他们所需要的这个 这个数位解决方案 我们提供全能的补助 那当然我们不只是补助而已 我们在他们这个导入这些解决方案之前 也提供相关的教育训练到 导入中的陪伴辅导 那导入之后的这个 成效的一个追踪等等 所以是一个希望能够他们这些导入能够真正的 倒位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进一步说明如何透过科技运用协助店家找出经营痛点 对症下药提出解方 我们会针对一些特别的店家 甄选出来之后 以O2O的方式去专案个案去做辅导 那寻找出他的一个痛点 所谓的痛点就是他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来协助他 找到出他的问题之后 再对症下药 透过数位转型的一个科技的方法 让他去解决他的问题 那今天所呈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也有一些特别的一个案例 那共同来做分享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甄选出 目前在市面上面 那也是大家比较可以直接运用的一些方案 那我们会透过由店家这边去找他适合的方案 那当然我们也透过专案的团队 去媒合他适合的方案 那这方面呢 在每个案子呢 我们透过一个补助的方式 让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运用 跨出数位转型的第一步 台北市商业处方面表示 113年台北市商业数位转型服务方案补助计划 全额补助至少200家店家 目前还有名额 开放申请到9月底 邀请店家老板加入数位转型行列 善用科技在竞争激烈的市场鸿海中 杀出重围 开创新商机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一区公所在松德公园 举办新一区防灾公园开设测试剂教育宣导活动 现场设置了各式宣导摊位 礼林应变小组 防灾室 照顾机构 防灾企业 及市民朋友 踊跃参与充实自身的防灾知识 松德公园平时是民众休闲活动的场地 不过一旦发生重大地震灾害时 可立即开设作为避难收容处所 成为避难收容安置指挥调度的据点 松德公园可收容1340人 提供旧寝 火石换洗等基础卫生设备 新一区公所日前举办防灾公园演练 现场设置各式宣导摊位 帮林众充实防灾知识 大家知道这个像今年4月3号地震 接下来遗震不断 所以我们这个防灾公园的 用途就是当碰到大地震 那如果我们的这些建筑 还有我们收容所需要做收容 但是还没有确定到底安不安全基础 我们可能就会开设这样子的防灾公园 那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些 这个收容避难的设施 我们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演练 一方面让我们的所有的防灾的单位们 都守忍这个开设的这一个程序 那另外大家也要希望让我们的里长 我们的志工团队 我们的里民们能够了解说 我们其实如果碰到大灾害 这边是有一个可以收容避难的地方 并且也先知道一下来这边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服务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每一年都要来办理这样子活动的这个缘由 那我们这一次特别就是安排在比较傍晚一点的时间 然后会把它跨到晚上 我们过去曾经有办过甚至是跨业的 那今年我们没有办到跨业 其实它有这样的工具 等一下我们也会有进一步的导览 也非常地谢谢我们台大腾肺潘博士 会帮我们进行这整个的介绍以及导览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认识我们这个防灾公园 除了基本委身设备 区公所也安排多元服务 邀请签署防灾备忘录的商家团体 及灾害协作中心一同演练 包含世界展望会协助休闲油气区 松山奉天宫协助心灵抚慰区等 我们这个防灾公园开设演练 现在我们会有三个区来轮流举办 那原则上是每一年都会由一个区来主办 那今年就刚刚好轮到我们新议区 我们新议区防灾公园是在这个松德公园 那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这个公园 其实交通各方面还算蛮方便的 那我们今年防灾公园开设 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 这也是吸取了 我们之前别的县市 我们有碰到大地震的相关灾害 有一些这个避难收容方面的经验 所以我们今年有特别加强一个叫做心灵抚慰区 那过去我们在这一块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强调 那我们区今年非常的感谢我们自己 心意区里面的凤天宫 他们有派了一组的人员在这边 其实大家知道宗教的力量 其实是很有抚慰的力量的 那当然我们这边的到现场的师兄师姐 他们除了做一些咨询抚慰 那最重要是他们会收金 这个我们是预想说真的碰到大灾害的时候 其实大家当下可能心理上都是很惊慌失措 也很高压的 所以非常感谢凤天宫愿意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另外我们也邀请了这个长生学 长生学也是来现场来进行这样抚慰的 心灵抚慰的这样子的工作 那另外也有心慰中心可以提供这个专业的心理上面的 这个创伤后的这一些咨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今年这个举办开设的时间会在比较傍晚 我们希望能够也跨到晚上 能够演练一下到了晚上的时间 我们可能一些现场的环境 也要做一些事前的这些准备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现在还蛮多人的 那欢迎大家有机会也可以 平常我们虽然没开设 但是也可以到防灾公园走走 因为在这边现场我们都有很明确的告示 大家也可以先认识一下 知道说碰到大型灾害的时候 大家是要去到什么样的地方 可以获得避难这样的协助 当时这个防灾公园 其实我们大概12个行政区 都会挑一个比较大型的 由市政府公园处这边主管的公园来规划 因为防灾公园它本身的规划设计 跟一般的公园其实会不太一样 它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譬如除水的设施 还有紧急发电的设施 然后甚至需要储存帐篷 那为什么挑在松德公园 这边当然我们当时的考量 一方面就是够大 那交通也算方便 第二个是它旁边其实也有学校 那如果说这边真的收农人数比较太多 我们需要在需要需要支援的话 那是比较方便 但是现在我们信义区也有另外一个 备原的防灾公园 就是我们的景情二号公园 那景情二号公园是更新的 所以优先开设我们会开设松德 透过宣导活动 市民朋友有基础防灾观念 并落实自助及互助的力量 让伤害减致最低 同时各单位也透过演练 熟悉相关作业流程 与区内各企业商家合作 培养最佳的防灾应变能力与默契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了要搜短数位落差 帮助长者善用手机功能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举办3C画中传情的热灵课程 教导长者如何自拍 自作早安图及各种方便使用的手机功能 受到长辈热烈的欢迎 长者秀出一张张用手机自拍的照片 不管是直拍横拍单人还是多人 每一张构图和光源都恰到好处 表情也相当生动自然 还有将漂亮的照片图片加上文字 就变成一张张早安图 方便向亲朋好友传递问候与关怀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开设3C画中传情乐灵课程 邀请大同安全与健康处境会总干事张启明 担任讲师 教长者使用手机上的各种软体工具 方便使用的内容 生活长者好评 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我从以前只会接LINE 发LINE这样子 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 那现在来这里呢 参加呢 学到了就是说自拍 还有做长辈图 问候啊 早晚晚安这样子 还有卡片的制作 还有一些游戏 什么的后来多了一个方法这样 在自拍的时候 那我们以为只有这样子去按那个 拍的那个点 但是我们这样姿势这样子 那个手还要过去对不对 我们这样 结果这一次学到了 就是说根本这个手 不用去除那个大小声那个键 有没有 那个大小声键那边 就可以直接按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 要不要 我们以前都想说 姿势摆得老半天 然后你的手还要过去 后来才发现说还有这一招 觉得很瘦 就觉得很受用 我是希望增加他们生活的便利性 比如说要等公车 看一下公车到的时间 可以不用那么早出去 然后我到了这个地方 我怎么去找到这个地方 Google地图上 先去做一下搜寻 然后看一下街景 知道是哪一栋 然后怎么走 公车的话 到了那个地方回城 公车站牌在哪里 那个回城长长跟去城 是不一样的 不是相对的位置 那这些学会了以后 对他们生活上会有一些便利性 除了教长者如何使用手机上 各种方便使用的工具 更特别的是 教长者使用网路搜寻功能及工具 自己去找答案 也鼓励长者透过拍摄影片 记录分享生活与心情 我现在过得很快乐 跟大家在一起很好 我今天来学摄影很高兴 学到很多东西 谢谢老师 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这样子 那我很开心能够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我也想唱歌 青春天不再怀 很高兴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然后就让我们学习 然后又可以保持愉快的心情 然后又可以走出来 很感谢老师 还有那个主办单位 我觉得要让他们可以自己应用手机 自己去学习 所以我会教他们YouTube去找答案 比如说计算机怎么使用 我只要输入手机计算机怎么使用 它就会有很多教学影片出来 他们其实就可以自己学 所以我上过课的东西 他们不会忘记的就叫他们用这个方法再去找答案 有更好的老师可以教导他们这方面的技巧 还有AI的搜寻 我觉得我自己用过觉得很方便 所以我也告诉他们你要找答案 利用AI智慧去搜寻的话 可以省讯你很多时间 而且他可以很广泛的找出你要的答案 你自己再去做筛检 再来就是增加他们互相联系感情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会制作卡片 然后录影 传递你对他的感激 或者对他的想念 我们希望说利用这一次 让他们比较敢地去表达自己 为了让银法族能够轻松学习 课程更与马街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合作 由学生担任小助手协助长者操作 加深学习效果达到亲云共学的目的 这个活动让我感受到 就是长辈们其实都很用心 就是会听我们讲 然后当其实有些遇到我们不会用的东西 他们愿意让我们也花时间去了解 然后再交给他们 然后我的台语就是很破 然后我的阿嬷都很认真听我讲那个破台语 就算讲错她也不会生气 那就是很开心 有这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跟长辈们交流 就是不只是一起参加这个课程培养感情 然后也可以了解到就是现在对于长辈们来说 生活上的一些难处之类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学习 对然后不只是我们在交给长辈新的东西 也从长辈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经验 生活上的经验等等的 还记得我们第一行课才刚开始没多久 对不对 今天大家就要毕业了 好快喔 结业 这中间大家有学到很多 从齐明老师这边 学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那我相信大家 今年上过这个课之后 以后我们再办课程 大家要不要来参加 太棒了 我也很期待 我们每次有这个推陈出新 有好的课程 那我们也邀请我们社区的大哥大姐们 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参加我们的课程 为期一个月的3C化中传情乐龄课程 对银法族来说不只相当实用 又可以让大家认识新朋友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也期盼 透过举办乐龄课程 缩短数位落差 丰富银法族的生活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在 记者临席会议台北报道 2024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开跑楼 连接举办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祭等活动 结合文化观光艺术及生态保育等主题 让民众体验大自然与观赏艺术家的精心作品 关渡鸟艺术活动 结合地方文化生态资源 打造成融合生态保育与自然艺术的品牌 包含关渡国际自然艺术节 和台北国际赏鸟博览会 透过艺术与教育性展览 带领民众认识都会去鸟类以及鸟领居 那关渡自然公园可以算是台北非常具有特色的绿色秘境 而且在这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进行生态教育的保库 更是很多候鸟的棲息地 所以在这边每一个不同的季节 都有超过一百种的鸟种 会来到这里造访 所以也成为很多 包括市民朋友 甚至摄影爱好者 拿着大炮 摄影器材来这边 那这一次我们的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 其实就是希望结合 包括在地的文化 艺术 能够打造自然艺术以及生态教育的在地品牌 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自然艺术季 或者是赏鸟博览会 其实都结合在地 包括关渡国中 关渡公 这一次我们也特别针对关渡公的种福池 做一些延伸的创作 那二方面我们小鸟博览会 刚刚也谈到 其实很多年了 那今年特别是以 寶岛鸟邻居作为主题 让市民朋友更了解 我们生活在都会区的鸟类邻居 所以对关渡地区的发展 我们一直非常用心在规划 也谢谢在地的议员 包括红岸田议员在内 给我们很多的协助 所以未来我们希望 所有的市民朋友 来到关渡地区 除了赏鸟 也可以到关渡公拜妈祖 也可以骑骑车 而且赏美食 我们希望在这边 能够成为一个 吸引很多市民朋友 便宜造访 特别在秋冬季节 赏鸟类可以来到这边 好好地了解 我们在地的生态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祭 9月22号开幕 邀请泰国 法国及日本的艺术家 利用自然素材创作 装置艺术 融入关渡国中 关渡公 台北国际赏鸟博览 10月19号到20号 皆需登场 展览具教育性 与趣味性 关渡国际自然艺术祭司 作为台北市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它所被赋予的责任 及传播力量 是无远佛界的 而且有目共睹 今年我们的主题是 生态作为一个思考 它延续的是去年 我们的疗愈作为一个方法 和前年自然作为一个礼物 这些主题都和全体民众跟艺术家们 共同思考目前现有的环境问题 我们所能表达的态度跟行动 是能够有效的贴近民众 让民众能够去感受到 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今年的作品 我们邀请到法国 泰国 日本 及台湾的艺术家们 透过艺术家的巧思 巧手 像师弟 环境 鸟类 人类等 共同思考一起 融入 在这个广袤的自然环境里 那同时呢 我们今年有一个特别的亮点 就是加入了社区的参与力量 我们由关渡国中 关渡工 关渡自然公园 三方合作 邀请艺术家陈佑德先生 与关渡国中的学生 共同创作 产品名称叫永渡池 可能可以投钱的 那我们这个漂亮的作品呢 将会放肆在关渡国中的校门口 让所有的社区民众 都能够看到我们对环境所付出的努力 当然 关渡自然公园最重要的资助者 毁创企业 他也不缺席 由公司43位同仁呢 集体创作各式的鸟类形象 这些鸟类形象是象征每年候鸟 都会回到关渡公园来渡东 这不仅是艺术的呈现 他同时也是表达 人类对这片美好的漆地 自然与生物多样性的关心和重要性 关渡国际赏鸟博蓝会 迈入第26届了 其实相当的有历史 其实我们早期关渡呢 因为它刚好是一个 基隆河跟淡水有的交汇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蛮适合 冬后鸟棋棋棋的一个棋地 所以每年冬天有非常多的冬后鸟 都到关渡这边来棋棋 那其实最早 我们台北鸟会是关注在于赏鸟 所以我们最早之前 我们会在那个 关渡的堤防办所谓的水鸟祭 那一直直到2001年 台北市政府就是 把关渡公园这个地方征收之后 那交由台北 台北鸟会来做经营 你看从2001年到现在 我们已经在关渡经营了20多年 那我们为什么要经营这块湿地呢 因为这个地方 其实是一个 除了刚刚讲的 一个很好的鸟类棋地之外 其实它对于所有的生物 或整个对于整个环境 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都市 都太过于水泥化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保留一些湿地下 能够让这些 不管是动物植物 都有一个很好的栖息的地方 那关渡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我们刚刚讲说 关渡虽然它非常适合鸟类的气息 那其实我们在这边办的博览会 我们自从关渡公园成立之后 我们就把博览会移到公园来举办 那这个举办呢 其实有一个非常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教育 教育民众 其实我们台北鸟会很注重的 一个点是环境教育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来让所有的台北市民 或者其他的民众 能够了解环境保育的重要 那我们其实我们除了做鸟类的 栖息保育之外 我们也相对的关心了环境 其实我们每年的博览会 都有不同的主题 其实我们最早开始关心了 后来我们去关心海洋 湿地 甚至是蚁山这个概念 甚至是生物多样性 其实我们的鸟会 算叫鸟会 其实我们关心的东西 非常非常的多 那今年的主题呢 叫做鸟鸟银居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每天生活在都市里 其实鸟就生活在我们身边 只是我们常常没有驻足停留下来 多看它们几点 其实我可以希望大家都 大家走到路上没有事 就看看树啊看看鸟 你会发现非常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是观察它们的活动 会非常有趣 关渡鸟艺术系列活动 包含展览 市集DIY工作坊及关渡美食等 邀请市民走出户外 体验关渡的自然生态 独特美丽 记者问君台北不到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巴黎奥运除了运动赛事外 台湾也在巴黎拉维特园区 设置台湾馆 文化部举办分享会 感谢台湾馆筹备 及执行的台前及幕后英雄 无论大家叫我们 中国台北或台湾 我们都不会放弃参与 国际的任何机会 巴黎文化奥运期间 台湾馆24组团队 122位艺术家 歷经15天 共计57场演出 创下超过7万人次造访记录 并登上法国世界报 文化部特别举办分享会 邀请台湾馆筹备及执行的 台前幕后英雄 分享在巴黎工作的点滴与感动 重现精彩时刻 并由文化部长李远 亲自颁发纪念奖章表达感谢 这是在现场很重要的一刻 林洋夺冠 大家在欢呼 那我们在后台 看着转播 第一时间播出来 号召全场的人一起来呼喊 那一拍那一刻 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 要不要中文 中文翻法文 再翻英文 谁来说 后台马上快速的成行 一个团队由季娟 然后李化做中法的翻译 直接播放出来 我觉得那个是 在我们的视角裡面 事实上一直不断在建构 这个支撑力的一个地方 那这张图对我来说 是特别印象深刻的 因为它是高挂在那个 红色建筑上面的那张图 这张图一直有许许多多的 讨论跟判断 但是 还有很多故事 那我们都一起经过 可是在最后的那一天 事实上 我发现终于我们 可以在这个场域裡面 去喊自己的名字 讲自己的话 过去 过去 在我们正在家 算是 呃 要怎么说 很多人都看近的一个 顶头 没有 事实上 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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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来的 被印象深刻的關於我們台灣這次 最好的國民外交大使 我們的珍珠奶茶 那對我來說這張照片是讓我對這次的珍珠奶茶這件事情 印象最深刻的原因就是 大家看到就是它是一張一張被折好的 被整理好的那個冰棒的外殼 那它對我來說我覺得印象比較深刻的是 當時候就是一大群人不分組別 不分表演者 不分工作人員 不分各式各樣的夥伴 然後大家就是從卸貨櫃 然後拆這個紙箱 然後一支一支的冰棒送進冰櫃 然後一起把這些包材啊 紙盒啊 好好的整理的收納 然後送進回收桶 這次真的覺得非常非常不可思議 我們竟然有五個DJ 大家可以掌聲一下嗎 就是五個DJ 有DJ問號 混種啞人 汝妮 妖嬌還有我 然後我終於有一種 哇 台灣的DJ 終於走到這裡的感覺 我們終於慢慢被台灣的民眾 然後跟官方認可 然後走上國際的舞台 包括像現在台灣的音樂祭 像大港開唱 像浪人祭 其實也慢慢有DJ專屬舞台 大家 民眾終於了解到 可能DJ不是只屬於夜店 它可能可以 比如說出現在美術館 出現在廟城 出現在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 文化奧運製作行政統籌 吳祭娟也向文化部長李遠 獻上由法國技術夥伴 特製印有帕維農 台灣字樣酒標的白酒 展現台法雙方友誼 文化部長李遠表示 這些在巴黎凝聚的團隊 不會因為文化奧運結束就解散 文化部將在明年大阪世界 博覽會延續這份感動 這是我們法國的一個技術夥伴 她的女朋友 在法國伯根地的一個酒莊 她為了我們特地把他們的酒 白酒製成了一瓶一瓶的白酒 送給我們 甚至在標籤上印上了台灣館 這個不能出現在會場的名字 這瓶白酒她見證了台法雙方的友誼 甚至是文化運能順利完成的一個證明 我們特地把它扛回來 我們希望送給部長 送給一路支持我們的長官 我想我們這個團體不應該散掉 所以我在這裡宣布幾件事情 先宣布再說了 明年我們會在大阪世界博覽會 再來一次 大阪世界博覽會 我們再來一次文化的展出 大家拍手 因為大阪世界博覽會 全世界在那邊做一些經濟貿易什麼 那我們就爭取到文化部 再去那邊找一個場館 然後在那邊有一段時間 可以展出我們的文化科技 還有表演團體 各種表演 在那邊展現我們的文化實力 為了還原巴黎現場 其非法機上和經銷商強力查期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 機上和的業者都會遭到最重可除 兩年以下徒刑和50萬元 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和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和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113年國慶主事決以國旗紅藍白色為主 強調團結共融、融合文化傳承與現代創新 國慶籌備委員會秘書長吳唐恩手上 就是113年國慶主事決 今年國慶主題為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主事決設計為雙石形狀和國花、梅花組合 強調團結共融 以國旗紅藍兩色為基底 則象徵不同聲音與意見 在愛國精神的引導下 共同為台灣的未來而努力 這一次的一個設計團隊使用了我們的國旗的元素 紅、藍、兩色 那藍色象徵了我們一個自由、和平 那紅色則象徵我們的一個愛國的熱忱 那也代表在台灣我們這塊土地 融合了不同的聲音及不同的意見 那在愛國精神的領導之下 我們也共同為我們台灣的未來而繼續努力 那我想設計的團隊 這次也凸顯在用線條來融合我們文化的傳承 包括梅花跟現代感的一個圖形 這個也是一個激勵大家來共同努力的象徵 那我想梅花是作為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個國花 也不僅代表著堅韌跟美麗 還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歷史意涵 那我們把梅花融入設計 也讓人們在慶祝國慶的同時 也能感受到文化的傳承和歷史的厚重 那另外在設計中我們的傳統元素部分 這個一個現代感的一個圖形設計 那這個的設計也是一個 以創新跟傳統來做一個結合 那我們也希望在不同的創新跟發展之下 我們追求我們中華民國更美好的未來 吳塔恩表示這次國慶主事決 由一群年輕設計師所共同創作 在由立法院長韓國瑜圈選定案 特別是設計團隊決定以匿名方式 來參與支持國慶活動 我們的設計 支持大概就是由同一批來做設計 那他有設計很多種樣式 那最後我們所圈選的部分 也是依照主任委員 也就是韓院長 他來做選定 那我想這一次的設計 其實他是由一群很年輕 然後也充滿熱情跟創意的年輕設計師 來共同來創作完成 那將創新的圖案 跟傳統的元素去做融合 那因為他們是說希望匿名 所以說也跟大家報告 那其實我們也尊重原本設計者 他的想法 那既然他是表明是以匿名的方式 那我們就尊重他 至於近幾年國慶日當天 邀請橘子惡魔與翡翠騎士等 國外知名表演團體 在國慶大會活動表演引起熱烈迴響 今年是否還會延續邀請 國外團體參加 慶酬會方便則回應 今年以國內表演團體為主 表演名單將在近期公佈 這一次並沒有規劃邀請國外的團體 來國內演出 那針對於這一次 本身我們國內就有身具意義也專業的團體 所以在後面的適當的時機我們做公佈 另外今年10月10號國慶大會 也限量開放500位民眾到現場觀禮 從9月5號到9月12號開放線上報名 預計9月20號中午 在國慶官網公開獲選民眾名單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 肝癌是國人十大死因的第二名 三種就分享了一個成功的案例 治療團隊採用玻璃儀 90體內放射為求治療 追蹤超過兩年半 原本15公分大的腫瘤幾乎完全消失 一起來關心 52歲的張先生神清氣爽的 與三種放射診斷部主任張維州合影 很難想像2021年 他曾被診斷出罹患肝癌 不到半年可以一度惡化到晚期 不過在三種醫療團隊 採用玻璃儀90體內放射為求治療後 不但成功讓張先生降期不再復發 兩年半後影像追蹤更顯示 原本15公分大的腫瘤幾乎完全消失 我想我們在做以90 在幫張先生做以90的評估之前 他的肝臟的腫瘤大概接近15公分大 然後同時門禁脈的侵犯也達到第三級或第四級 那做完治療大概半年左右 他的肝臟的腫瘤幾乎是萎縮了 那我們在做核瘤共振的追蹤 也沒有看到這些癌細胞 那陸陸續續在這兩年的追蹤當中 他的腫瘤都在影像上都沒有看到 那他的腫瘤那個胎兒球蛋白的指數 也都持續穩定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治療方式 副作用極少 讓張先生能維持正常生活 當然心理壓力是很大 怎麼說 這個講就是相信醫生吧 那時候的心態就是相信醫生 然後專心做治療 就這樣 那你之前已經做未知症栽 對對對 因為跟疑九十跟酸塞比起來 真的疑九十其實跟酸塞比起來 真的沒什麼副作用 以我個人的經驗 他的生活品質還維持得蠻好的 張惟舟表示 肝癌酸塞治療方式有三種 包括傳統化療 載藥微球治療 以及體內放射治療 玻璃疑九十微球治療 就是體內放射治療 將高放射性的微球注入肝動脈 微球集中在腫瘤微細血管中 近距離給予腫瘤高輻射劑量 效果持續三到六個月 病患的不舒服感也比較輕微 它是一個體內的放射治療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計算的是肝癌的輻射劑量 我們要給到足夠的輻射劑量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治療當中 我們沒有真正把肝臟的血管酸塞掉 我們是給足夠的輻射劑量 所以病人在做完治療之後 它的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明顯會比傳統的酸塞 來的輕微非常多 然後也是因為放射劑量的關係 所以它的這個治療效果可以比較長 大概可以維持三到六個月 那它比較適合的是什麼樣的病患 事實上有肝癌的病人 我們都可以評估 但因為國內的這個健保制度的關係 所以我們目前在國內可能 一般放射科醫師比較能夠 有的共識大概就是比較大顆的腫瘤 那有門禁脈侵犯的這些腫瘤 那或者是病人可能做完治療 也許考慮降期之後可以去手術 或患肝的病人 不過這種治療方式 並不是所有患者都適用 治療前需要經過仔細評估 主要是希望透過酸塞治療 讓中晚期肝癌患者有機會降期 目前有20%的患者 在1910治療後成功進行手術或患肝 病人在中晚期接受這些1910的治療 我們不敢說他一定會 可以達到手術降期的效果 但是因為這些積極的治療 在某一些病人上面 還是會給病人一線希望 治療的希望 因為通常這些病人 大概都是在腸胃內科 或者是一般外科醫師 那邊做追蹤 那我們是希望說 如果有越來越多的患者 他在腫瘤還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有考慮到這個治療方式的話 其實會大大提升他 將來可以手術降期 或者是治癒的這個機會 記者張綺燊台北報導 余燕署去年與便利商店合作 將國產的水產品開發製成 赴熱即時餐點廣受好評 今年再推出 魷魚和鱸魚製成的美味即時料理 讓民眾在便利的通路 就能快速吃到國產美味 沙茶炙燒魷魚烤飯糰 選用台灣船隊捕撈的阿根廷魷魚 刷上特製醬料烤製 加上烤飯糰想起思議 還有這款薑絲鱸魚湯 使用在地優質的國產金木鱸魚 搭配薑絲豆腐營養滿分 這兩道是漁業署與超商合作 找來名廚設計而成的 複熱即時餐點 在超商通路販售 讓民眾在居家領近的地點 就能吃得到博產美味 就是我們這個阿根廷魷魚 就是用這個沙茶的這個 蒜蓉醬下去蜜漬燒烤 吃得很酸 所以我們飯糰呢 上面還會有個蜜漬漿 刷上去之後再去烤 烤完之後它裡面會產生 上面會產生剝發的奶油 這個在技術上其實非常的難 工序非常的多 對 我們不能補的不把他做出來 對 我們現在這個全台7豆飯熟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吃到 如此美味的鱸魚湯 鱸魚湯喔 有豆腐跟很多鱸魚肉 哇 吃起來真的很香 滿滿的新鮮的味道 啊 又有鋪的感覺 就是這件表情 還是要跟還有兩位報告一下 這個不錯吃 波巴的味道 還有在裡面的沙茶 融魚 這個是很對味 謝謝兩位 鱸魚湯這邊的一個開花 謝謝 魚夜署順應消費者追求快速 與創新的飲食習慣 福島相關產業及加工業者 持續開發多元化的國產水產商品 為大家增添日常美味 那今年我們在跟廣場合作 推出的沙茶鹽燒烤油魚飯糰 我們跟民族武餅層合作 應用我們遺傳在西蘭大西洋 五拉德油魚 帶回來新鮮的油魚 那搭配中秋節應景燒烤美味 來製作這個飯糰產品 另外跟米其林 碧比登 碧比登 推薦的餐廳 那來合作 來創造一個 薰葉薑絲鱸魚湯 這個鱸魚是應用我們 自己養殖的金木鱸魚 目前正在生產 來創造這兩個產品 推薦給全國消費大眾 歡迎消費大眾到西蘭 來享用這兩個產品 當然西蘭一定會推出很多優惠的措施 來推展這兩個產品 那耶穌會因應整個消費型態的改變 為了提升我們國產的水產品的市場經濟力 多年以來都不到財運團體加工通路業者 來開發各種不同的產品 讓消費大眾 能方便買輕鬆煮及時吃 來消費我們國產的優質水產品 那在方便買裡面 我們在實體通路上 跟統一燒商合作來推檔 當然我們各營業團體也有實體電變 可以來消費來就近購買 那在現場網路通路的話 營業所也開發了買儀器先移購的網路 網購可以歡迎社會大眾 可以上網去採購 那我們各個儀會 包括全國儀會 各基儀會 都有業網路 官網可以採取在地所生產的水產品 那輕鬆煮呢 我們為了符合現代社會氣球 除了全衣產品以外 我們進步的舞蹈開發如 一片一排一肉水餃等 很方便料理的水產品提供給 社會大眾 輕鬆待會家就可以做料理 介紹一些廚藝的方式 那即食吃 我們會開發一些老少咸宜 即開即食 如椅林萃及 凍飲 罐頭 餅乾零食 宜津料理包 加熱即食食品等等 我們推動這三個 讓消費大眾 很方便去買 輕鬆的回家煮 隨時買隨時可以吃的即食食品 好 那在這邊很感謝各位貴賓 能來參加我們這個 新產品的記者會 更來感謝 同一艘商 能跟宜夜署合作 實際來推展 我們國產的水產品 讓消費大眾 能很方便的 到各個通路商 各個門市店買到 各種水產品 在這邊 宜夜署 中節節快到了 祝大家 中節節快樂 宜夜署期望通過 豐富國產水產品的市場 讓大家在日常中 享用到多樣化高品質 與值得心愛的國產水產品 進而強化國產水產的 市場競爭力 提升產業任性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 經銷商強力查清 去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徒刑和50萬元罰金 品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搞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邁入第14年的基隆海洋老鷹嘉年華活動 將在9月21號就這個禮拜六登場 晚上7點半還有煙火秀 歡迎各地的民眾一起來體驗 基隆獨特的熱情魅力 充滿熱情活力的基隆海洋老鷹嘉年華 將在9月21號星期六登場 今年除了各縣市社區學校的隊伍之外 更擴大邀請日本京都與琉球的森巴谷隊與舞團 也邀請城市代言人安心雅共同參與采接 並號召身份證字母為C開頭的基隆人加入采接隊伍 晚上7點半還有煙火秀 記者會中市長謝國良跟文官局長江廷梅 還有多位貴賓包括議長秘書楊文和 市議員鄭凱琳 郭美秀 秦真 陳冠宇和立委林佩祥秘書 黃申棟都共同歡迎民眾一起來體驗 基隆專屬的海洋熱情 那我們這一次也有加了一個我們自己基隆特有的一個造型 就是我們的鷹站長 這個是我們基隆獨特自己有的IP 那也會到時候升高來跟我們一起來遊行 那這已經是我們第14個年頭來辦海洋老鷹家年華 那我們文官局也非常的投入 希望可以給大家更多不同好的隊伍 我們地方大家都很齊心協力的來做這個活動 一年比一年熱鬧 我們從一百年開始的時候 我擔任我們謝國良立委秘書的時候 他就非常的支持 就在背後支持我來辦理這個活動 所以等於是他也是一個最開始的一個推手 能夠邁入第14年 很感謝歷任的市長的支持 那麼這一次甚至於我們有來自日本的團隊 還有我們局長特別發想的一些造型的人偶 然後最後呢還會有夜間的一個煙火跟無人機的表演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熱鬧 我們是會給自己一個熱烈的掌聲 我們期待9月21號的海洋老鷹江嶺華的遊行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來參加 一起來同樂 熱鬧的採接遊行活動 將在9月21號下午3點從國門廣場出發 結合煙火秀還有超過25攤的海味市集 讓民眾從白天嗨到夜晚 歡迎各地的遊客來唱遊基隆 感受基隆濃厚的人情味 記者黃志生成熟平基隆報道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從今年7月成立的海科樂林學習中心 推出了一系列的創意課程 其中亮一點環保平燈課程 將廢棄的玻璃瓶轉化為美麗的燈飾藝術品 呼應環境永續的理念 也為長者增添了溫暖與浪漫 在海科館避水像長廊 一盞盞閃亮的平燈 為空間營造出溫馨的氣氛 這些作品 源自瑞芳平燈節的創意 如今成為海科樂林學習中心的特色課程之一 長輩們在課堂上學習編織 彩繪等技巧 親手打造出獨一無二的手提平燈 成果令人驚豔 真的很讚 這位樂林同學在海科樂林學習中心 完成了多項創舉 展現人生的無限可能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身體 我的手是不夠完整的 因為小時候發生的事故 所以我的內心其實也是會有相對的一個缺失 有些事情不大敢去做 那非常感謝海科館呢 能夠開這樣的樂林學習中心 讓我勇敢的踏出這一步 我來上了這些課之後 我發現應驗的那句話 人有無限的可能 我發現每一堂課我都好喜歡 尤其是我最害怕的英文 我都勇於來挑戰來學習 謝謝海科館 海科館開設與環境永續的系列課程 讓不少學員收穫滿滿 手工編織也讓我學到很多 然後很高興來參加這個樂林的學習 課程老師來自瑞芳老街文化觀光推診協會 他們將瑞芳火把節中的平燈節 創作藝術帶入課堂 成定平安祝福 疫情的人都不曉得說 廢棄的瓶子可以做出很多種的花樣 做平燈 彩繪平燈 尤其很多國小 國中 高中 都會來去我們一個團 或者帶一些小團體來去我們做彩繪 所以我們現在很高興是說 能夠在我們這個海科館給我們機會 還有下個禮拜 我們就有一個老師來教彩繪平燈 下個禮拜還有彩繪平燈呢 老師也邀請有興趣的民眾 參加2024瑞芳黃金山城系列活動之平燈饗宴 親身體驗廢棄玻璃瓶再生利用的魅力與活力 透過樂林課程 為環境保護貢獻心力外 也展現了樂林教育 與環境永續的完美結合 海科樂林學習忠心讚 記者 蔡小君 基隆報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營養化碳重結者 納克獎提醒您 無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架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一 熱水器牽移至屋外 二 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三 敢用電熱水器 納克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造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 與資源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 營養化碳終結者 能夠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加裝窗戶的陽台 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 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 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 熱水器嵌移至屋外 2. 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3. 敢用電熱水器 能夠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酒駕罰很大 1.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罪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警或聚策罰更大哦 2. 呼氣酒策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3. 酒駕再犯 聚檢及聚策再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4. 酒駕重新烤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鎖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2000元哦 5.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或酒飲治療 不得再申請烤照 6.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零工人 內政部警察署關心您 射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合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 大徒刑合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是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 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擁持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合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合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合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